上海最高的山是哪一座 金针区在哪里 你对上海的地理环境有多了解呢 今天上海地理知识大挑战开始 那小哥哥是上海人呢 你是上海人 是的 有信心吗 有那么一点 自认为我对上海是比较了解的 属于哪地理中的战斗机 上海土著 上海土著不能输 310开头的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 那你肯定有信心的了 信心不大 第一集 上海海拔最高的地方是 A 崇敏岛 B 蛇山 C 大青山岛 D 复兴岛 蛇山吧 蛇山不是海拔50米吗 什么海拔50米啊 对 上海最高的山 海拔50米的蛇山嘛 蛇山 就知道蛇山 蛇山 那么猜测一下是崇敏 因为我感觉崇敏比较远嘛 C吧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选蛇山 但肯定就不是蛇山 好排除法 对啊 不信心答对了 其实我都没听清楚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 大金山岛 这次告诉我 斯卡尾德 肯定我得去蛇山 但我喜欢肯定不是蛇山 因为 复兴岛肯定不可能 首名道 MSRC 我得应该不是蛇山 我觉得 就排除法 应该就是大金山岛 不信心答对了 正确答案是 大金山岛 著名的蛇山 海拔约100米 而位于金山海域 大金山岛上的大金山 海拔为103.4米 是上海海拔之边 第二题 上海面积最小的区是哪一个 上海面积最小的区 我感觉好像也只有红口了吧 差一个红口吧 上海面积最小区 那我觉得估计是 上海面积最小的区 是哪一个区 那应该是长宁 好像他好像算是 比较老的区吧 就是有 之前有很多像 卢湾区什么的都合并了 然后长宁好像还蛮小 上海面积最小的区 中国估计上海面积没小 最小 肯定不是静安 和扎北合并了 那我就选黄埔区 恭喜你 答对了 你应该跑了 答对了 恭喜恭喜 正确答案是黄埔区 即便通并了南市区和卢湾区 黄埔区人是上海面积最小的行政区 黄埔区总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 第三题 说出所有横跨内环中环外环的区 哇这个有点难度 长宁吗 浮东 还有一个我答不出来 浮东好像有 徐慧吧 再来一个 你们叫齐国太为难人了 有宝山吧 我们想想啊 我把我知道的区都说了吧 徐慧 浮东 松江 浮东新区肯定是的 敏航区 徐慧区 静安区 嗯 王埔 王埔区肯定不是了 我们长宁也没有的很小 嗯 洋埔 宝山 敏航 哦 徐慧 徐慧 徐慧哦 正确答案是 徐慧区 浮东新区 常宁区 和普陀区 第四题 金山区和哪些区接壤 这么冷门的吗 从来不去到那里 金山啊 和凤贤 清湖 我乱猜的 这肯定和郊区接壤 要死了 开到苏州都比开到金山近 凤贤区 浮东新区 清湖区 金山区 它的右面 也就是东面 应该是凤贤区 它的北面 应该是 敏航区 然后有搭到一点清湖区 嗯 清湖 凤贤 松江 还有吗 哦 还有吗 没有了吗 嗯 敏航 哎 其实确实只有三 你知道没有这个 哈哈 正确答案是 金山区和三区接壤 东面和凤贤区接壤 北面和松江区 清湖区接壤 第五题 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区是哪一个 敏航区 为什么 因为我过来觉得敏航区给它 老师促通高中嘛 就是过来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过来就可能敏骨的毒 敏度这个压力大 分出这位的狗 怕脆了 人口密度最高的应该是 人口密度最高的应该是 哈哈哈哈 其实太难了 就蒙一个吧 潮宁吧 敏骨 为什么 猜的 黄埔区啊 市中心 人口密度最大的 黄埔 我觉得应该市中心吧 要么黄埔 要么就是虚贵 这种 玩不起 为什么 这么觉得 女人的直觉 正确答案是 黄埔区 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 2022年 常住人口为66.2万人 人口密度又为 每平方千米 三万三千人 事实上还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区 不过我们觉得 回答红口区 也不能算错 因为红口区 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千米 三万两千六百零九人 与黄埔区的差距 微乎其微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关注收藏 下一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传统栏目 上海话大挑战 由小畅老师主持 盛青老师阵英 铁哥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